歡迎來到貝爾的廚房 今天要分享的是豆漿 準備150克黃豆 先挑出壞的有缺損的黃豆 1幾個生理 1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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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碼 1碼 将黄豆倒入盆中 用水稍微清洗 黃豆洗淨後 重新加入乾淨的清水 將黃豆浸泡8小時以上 夏天建議放入冰箱中 避免浸泡過程中 因為高溫而導致黃豆腐壞 將泡好的黃豆從冰箱中取出 泡好的黃豆體積明顯變大 且豆膜很容易就脫落 比較一下黃豆泡發前後的體積 泡發的黃豆體積明顯比泡發前的黃豆大了一倍以上 倒掉泡黃豆的時候 將黃豆倒入破壁機或裹製機中 接著倒入1200系列的清水 我們將黃豆打成豆漿 豆漿打得越細越好 選擇深一點的鍋 將打好的豆漿倒入 建議豆漿離鍋口保留1 3分之1的高度 開小火 開始煮豆漿 煮豆漿 煮豆漿的過程中 要不斷攪拌 避免鍋底燒焦 豆漿開始沸騰時會產生大量的泡沫 豆漿液開始沸騰時會產生大量的泡沫 預IE2-0,520ÉM 煮豆漿的煮燒 當泡沫開始往上升高時 預計將火關閉 重複煮沸的過程約二到三次 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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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漿完成滾沸後 泡沫會消除 這時讓豆漿繼續滾沸三到五分鐘至完全煮熟 這時也不要停止攪拌喔 豆漿煮好後放涼 放涼的豆漿上會凝固一層豆皮 讓豆皮撈出 豆皮很好吃 營養價值也很高 不要丟掉喔 準備一個碗 套上豆漿袋 豆渣在煮豆漿前或煮豆漿後過濾都可以 但是把豆渣一起煮成豆漿味道會更濃厚喔 過濾好了 想喝甜味豆漿的這時可以加入糖 豆渣可以做成豆渣餅或豆渣丸子 不要浪費了喔 不要 involvement 心上百配 видео 家庭製製豆漿 完成 夏天看完蛋 碍��록演築 心酸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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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酶 breathe